青船高山国际交流社的学生盛装打扮 俏皮可爱的日本舞表演 惊艳全场 而热舞社的同学也不甘示弱 魅力四色的街舞也博得满堂彩 学生们精彩的演出 共同为年度教学 继社团成果展揭开序幕 会场上 琳琳满目的文创商品 让人目不暇己 充分展现两年来的学习成果 同样一个小小的文创商品 透过他们的一些巧思 跟设计 小花样都可以变出 很有价值的那种感觉出来 那包括他们里面有很多 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那个马克杯 抱枕 或者是笔记本等等 那些东西都相当的精美 像这个取名为 辉耀青春的作品 同学们将可爱的日本人偶 转印到毛巾上 把清传台字交流的教学特色 展露无遗 上面是我们可爱的小人物 是我们自己用电脑设计的 然后用热转印贴上去那个毛巾上面 主要是表达本校和日本学校的台日交流 而这个设计感十足的背包 上面不但印有清传的校灰 也有酷炫的漫画人物 美观又大方 让人爱不释手 我设计这个背包的主题意义 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背着这个背包 走进清传 让大家知道清传一探究竟 看到学生们发挥创意 把生活化的物品 赋予新的生命与价值 让收邀前来担任评审的 头前国中校长黄居正 相当赞许 第一个是跟学校的文化融合 这个很重要 等于说把学校的教育 有融到自己的学习中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现在目前看到 孩子的元素大部分都是在年轻化 那年轻化就会讨好购买者 那重要的是他用的素材 都是很生活化 另外17个学生社团 也相当有看头 不管是动态或静态 都让人刮目相看 显示清传除了重视专业技能外 也重视课外学习 希望学生都能成为 兼具人文素养的技职达人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下来没看之后 在那一个学习 读学会计划 心疯独会计划 我认为